大家看是否能看到PPT 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 看一下一切是否能隐藏 好 没问题都能听到 那咱们还是快速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 看看这些昨天的词 大家还记得多少 第一个greedy 贪婪 revenance 极恶的 极度渴求的 这就是rape 跟强奸这个词是同根 rav和rep是跟抢夺有关 是怎么都抢了 这种感觉 狼狮虎咽 极恶的 avid 它注意和arid还有acid的区别 一朵花这是干旱 acid是酸 av是贪婪 aviricious 注意一下它的名词 ava加一个rice 贪婪大米 大米在后边的aviricious aviricious avarice 还有就是我们叫做avid 这两个贪婪的词大家了解一下 avid还有一个意思表示狂热的 热心狂热的有这个意思 好的 二组词来第一个grind 磨碎后 磨炼磨快 aviricious 它来自于power 脑子里要刻意去想 我记得当年考研英语当中有一篇文章就讲到 就是说一定要刻意去训练 刻意训练才先行 你要不刻意去训练的话 这东西掌握成不了习惯 一定要刻意去记 来自polland vert 转变成粉状 pollvert 叫做磨粉磨成粉 meal还是磨碎 磨碎 下一个ground list 没有理由的 不合理 不能够 还没有原因 也叫做不合理 还有我们所说的叫什么 叫far from 考虑极的作题是能遇到 sensibility 对不对 远离理智 就是远不理智 还有下一个是harbour 港口 我们所说 pearl harbour 珍珠港的港 港起到是一个庇护的作用 庇护窝藏 conceal隐藏 shelter和shield shelter shield 这两个字 影响的是shell 被壳这个词 想想壳起的是保护 一个是庇护所 避难所 庇护所 还有就是盾牌 shield 盾 这边的一个harness harness hard 影响的是谁 刻意去想horse 只要这三遍都刻意去记 大家早上好 刻意去记horse的话 那就能想起来的利用 control 马具 马具 控制 控制马的 hunt 嚎叫勿工闹鬼 营绕心头 linger和obsess 这边的一个hactic hactic he acted he acted 他一直在那里工作行动 他在行动 表示的意思叫做繁忙的 叫做繁忙的 繁忙的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bustle bustle表示的意思叫做 催促忙碌 催促忙碌的 忙碌的 hustle and bustle hustle and bustle 叫做匆匆忙忙 熙熙攘攘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这个harness harness 心黑手狠的 叫做极其邪恶 极其邪恶的 wicked 表示的意思叫做缺德的 缺德的 叫做缺德是来自于谁啊 witch 对吧 来自于witch woper 这个这个这个 巨星普策的 nefarious nefarious 叫做远远不公 想想不公平 不公正 想想对于公平这个事儿 实在是一个消极 他就不公平的东西 叫做极坏恶毒 nefarious hinge on count on 还有我们叫做rest on 和rely on 表示的意思叫做取决于依靠 依靠取决于 下一个单词叫做horse horse表示的意思叫做沙哑 嘶哑 马的叫上沙哑 husky 深沉而嘶哑的 raucous 那就呼啸 还是刺耳 刺耳 咱们还讲两个词 一个是金属一样的吧 metallic 还有个叫做stradent 都是表示这种坚声刺耳的 金属声 stradent metallic 好这边pay homage to 来自human 人类这个词 像谁谁表示 禁忆 human过来的 pay homage to homicide 表示的意思叫做杀人 还是前半部分影响的是human 在影响 homicide 就是杀死 杀死人 杀人 homicide 下面hybrid hybrid rice 我们说杂交道 杂交水道 hybrid cosprosperate 叫做交叉的 这种繁殖 也叫杂交 compound 叫化合物 化合 iconiclast icon是偶像 炸毁偶像 把神像 偶像都给炸掉 这叫做攻击传统观念的人 攻击传统观念的人 这也指导一下 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叫做nonconformist 叫做不守规矩 没守成规者 不守规矩 没守成规的人 conform叫做服从一致 这是不一致 不服从的人 不一致 不服从的人 下一个词叫做rebel 叫做反叛者 或者造反者 好这边第一个叫做elicit elicit表示的意思叫做非法的 想想有执照license 就是合法 elicit合法 elicit不合法 illegal unconstitutional 违宪的 违法 违宪的 这些词都是跟什么有关 不可否认的词 incontrovertible indisputable indisputed 对不对 下一个词 incontestable 还有undeniable 最后一个挺好的 这个词 不可否认 这个用的称之来说多一些也 deny否认 不可否认的 incalcate 往里给你注入文化 种植进去 infuse 还有estil 都还要表示一种注入灌输的意思 注入灌输 注入灌输 indecorous 没有装饰 这个来自学术装饰那词 decoration 装饰的不好 没有打扮好 叫做 不合理结 欠妥的 不合理结 欠妥的 下一个词叫做 youbred 没有教养的 没有教养 chillish 还是无理的 inertia 来自于act 不行动 I am表否定 inert 叫做惰性的 惰性的 惰性气体 惰性的 就是不行动 它来自act lethargy 来自lethal 跟致命 河水 立刻就走了 昏睡 没精打采 sluggish 还是行动 失怀 无精打采 怎么样 昨天的 昨天的如何 昨天的还行 其实咱们这上一个小时课的话 大家应该还好 我觉得 因为一个小时本身 咱们单词的量也不是说特别多 另外还有大家相对来说也没有特别累 没有会特别累 咱们这后期这五节课 大概也会有500多个词 加上之前的3000多个词 所以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三千五百 三千五百三千 不到四千个词吧 大家一定要好好去琢磨琢磨去消化它 一定要好好琢磨琢磨消化它 好了 看下边 还行 一般都是不行 一般说还行 那就是一种比较委婉的不好的一种方法 但不好意思直接说不好 一般说还挺好 那就还行 一般不理我的 那都是不屑意理我 那是真的记得很好的 那样了吧 那都是一般说还行 都是不咋地 好了 那我们一个小时比上一个半小时的舒服 是 因为一个小时大家刚刚要累就下课了 但一个半小时呢 你刚刚累咱们休息 但休息中间只休息三分钟 可能还是没缓过来 中间休息三十分钟 那种缓过来一点 看今天的第一组词 第一个叫做insular 继续往上来看 一辈子忌惮的词挺开心 insular表示的意思叫做思想 这种偏狭的思想非常狭隘的 叫做insular 下面还有这几个词动手写一写 叫做narrow minded 下一个叫perocchio perocchio schools 就是我们说这种教区的学校 学中词就是名词 下一个词叫做provincal 学完之后打一下1说一下这四个词 这四个词都含有一种什么意思呢 就是含有非常有一种很地方性的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举简单的例在台湾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们总觉得就是我们原来挺厉害 那外边的东西都是假象 能理解这种感觉吧 就是非常岛屿性的 非常地方性的 总觉得自己特牛 但实际上并不是 对不对 看一看 总觉得但实际上并不是爱 就是有一种井底之八的感觉 叫做insular 叫做insular 那咱们看看这几个单词 首先它本身有一个意思的岛屿 是跟岛屿有关 是跟岛屿有关 那我们在以前看见这词 见过没叫做peninsular 这个在以前有见过吗 就是我们常说的 就是我们常说上来的爱叫做半岛 是不是有个什么半岛酒店 对吧 写的就是这次 下次去香港 还有来北京的事 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词跟insular 这个词根本身就是跟岛屿有关 这个词根本身是跟岛屿有关 就是island 所以想想一个岛国四面环水 四面环水 这个事就怎么的 就是非常封闭 叫做思想偏下 非常保守的 第二个词 narrow-minded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 对不对 这相当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你看narrow叫窄 mind叫想法 想法很窄 也是什么 叫做心胸狭隘 也表示心胸狭隘的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perocchio perocchio表示第一个词 它表示教区的 咱们可能在中国 可能很多信教的人 不是那么特别多 你看在美国 可能比如你在哪个城镇 这个地方都是属于一个教区 那个地方 这个教区 这叫做 叫做perocchio 它前半部分影射的谁 它影射的是paro 这个前却 paro表什么意思 paro作为前却来讲 表示的意思叫做 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叫做旁边周围 旁边周围 后半部分 其实它影 跟哪个词通缘 跟我们所说的church 就是在周围的教堂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教区 多么大学想一想 有时候被有perish 在旁边的 旁边的教堂 perocchio叫教区的 第二个也表示 这种非常地方性的 只知道这个地区的一些事情 也叫做狭隘的 狭隘的教区的 perocchio schools 咱们都可能要去 相关附近的这学校 是吧 这叫做教区 下一个单词 叫做provincel 这个就好理解一些 因为它来自于省 这个词 对吧 本省的 咱们经常问说 本省人怎么怎么样 是吧 promise 本省的也叫做 很心胸狭隘的 很地方性 地方观念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想法 很地方观念的 这样的一些想法 好了 来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单词 叫做insular insular表示的意思 叫做岛屿的 第二个表示 思想偏狭的 岛屿 思想偏狭的 第二个词叫做 narrow minded 心胸狭窄 想法很小 想法很小 下一个词叫做 parochial 教区 狭隘的 最后一个词叫provincel 还是叫做省的 或者第二个叫做 很守旧 心胸狭隘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下一个单词 叫做intrigue intrigue表示的意思 叫做引发好奇的 引发好奇 或者我们叫做密谋策划 密谋策划 这个单词其实在考试当中主要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interesting intriguing一般用形容词这个考的比较多 就是有趣的有趣的引发好奇有趣的第二个呢就是interesting你可以通过trigger去记啊什么东西叫做密谋策划你看就是后面这个trigger其实它映射trick trick大家有学过吗 你通过trigger去记引起吗这个单词trigger大家有学过吗是不是也叫做轨迹啊可歌之间发生一个变形啊表示的意思是这个轨迹相关 在按轨迹相关啊 所以你想这里边有一个阴谋这个意思 但它这个形容词的话一般来说表示好奇兮 intriguing intriguing它没有什么太多展开了跟interesting它俩是同一词的考试的时候也是这俩是一句改写 改写词知道就行了 好下边下一个单词啊读一下叫做啊juggle啊juggle这个单词第一个啊表示我们说叫做歪曲篡改 这第一层含义啊像在那个专四还专八当中啊专四的专八当中考第二个意思表示兼顾兼顾两个事情比如说juggle work with life 就是兼顾两个以上的重要工作两个事鱼和熊掌都得兼顾到是这种感觉这叫做juggle work with life啊就一方面要要上班同时还要兼顾生活 叫做juggle啊叫做juggle啊那表示篡改呢大家能看到下面给了相关的一些改写 第一个叫做tempertemper第二个就是doctor这属于熟词pe了这是一个熟词pe 医生篡改是吧医生这个词啊这个temper他跟谁也是非常相近呢 他的脾气那个词不要看走眼这大家不要看走眼就行了篡改脾气篡改 这俩是一对把这三个词放到一起读一下第一个词叫做juggle第二个temper啊第二次啊temper啊篡改或者用不正当的手段干预啊都行啊最后一个单词叫做啊doctor好继续来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啊叫联络联系啊叫做liason他下边其实没有太多的下面这两次大家都应该认识啊 就知道这样他是他同一词就行了书上也给出来了我们在以前学的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link跟他同一词对吧比如说确保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联系确保学校跟家长之间这个叫做ensure liaison between schools and parents啊联络联系之间有这样的一种联络啊有这样的一种联络联系啊link这个词你可以跟他放到一起我们常说有以前有什么联络官联络处都用这个词说liason officer 对不对liaison officer啊用他或者liaison office联络处啊联络处联系啊用这个词contact啊他其实这个link是同源的啊communication啊这就是交往嘛交流也是跟联络有关啊好把前面这三组词来一遍啊第一个叫做insular第一组这几个词稍难一点啊但这种贬义词你想一想这种很地方性很偏偏偏爱的啊那这种一般都是表示一个贬义词 的概念啊第一个叫做insular岛屿的对不对那叫做第二个就导想想岛国日本也是好的东西都不出口对不对啊就想想台湾岛啊对吧啊就岛屿性的东西啊这都是四面还水叫做很保守啊保守的第二个词叫做心胸狭窄下一个单词呢叫perocchio啊perocchio peril就是周围旁边旁边的教堂这叫教区第二也是指狭隘的province本省也叫做狭隘守旧啊狭隘守旧的啊这边第一个叫做intrigueintrigue叫做是好奇啊是好奇啊第二个表示阴谋鬼把戏intriguing intriguing啊这边第一个juggle a with b啊叫做坚固啊或者我们叫做篡改啊temper通过脾气 记记记记记记啊篡改脾气篡改好影响干预都行啊doctor还是医生也是篡改伪造篡改伪造Liaison叫做联络联系啊联络联Liaison between刚才说了schools and parents好看下边下一组啊来第一个叫做loophole啊loophole这个在词在咱们核心词汇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已经提过一次了好像咱们在核心词汇那位是不是给大家好像提过吧对吧loop呢本身表示的意思叫什么来的 还能想起来不lop叫做圈环还有这样的意思啊叫做圈环那后置是动嘛对吧你看那一圈一圈的啊中间有个眼这叫做漏洞空子啊比如说法律上的漏洞你可以叫做啊legal loophole对不对就用它都行啊叫做漏洞合同上的都行啊 啊legal loophole啊就有一个bug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啊好看下边这两个单词啊第一个单词叫做hiatus这也是一个新闻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词汇啊hiatus表示的意思叫做间断啊或者我们叫做空隙缺漏都行啊这个单词呢它可以指什么呢表示就是两个关系啊两个关系的这种间断停滞你可以用它就是法律当中的一个单词啊叫做啊 停滞或者我们也叫做间断啊一个事情中途停下来了有这样的一个间断啊或者我们也叫做缺漏都行 间断缺漏啊表示一个事情有点停滞不前了啊你用它可以啊hiatus啊hiatus好看下一个单词啊叫做niche啊niche这个单词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表示的意思叫做避堪啊咱们可能就是凹进去的这样一个地方在一些什么这个古迹当中 大家可能会看到啊这掏一个洞啊凹进去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在考试当中注意一下这个表达叫做niche marketniche market我们说表什么意思有的那个咱们执意就把它译成叫做所谓的叫做缝隙市场其实就是有利可可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就大家能看到什么能看到这样有一个利润的这样一个市场有这样一个空子比如说满大街那都是炸油条的他家炸油条他家也炸油条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我卖豆浆豆浆肯定能赚钱 能明白就是这种商机俗称啊就是这种商机的感觉叫做有利可图的市场啊有利可图的市场大家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之后现在什么钱最好赚第一个孩子钱最好赚第二个老人钱最好赚孩子就是教育老人就是养生和旅游这俩铁定不会赔你只要做好基本都赚钱这要知道这叫做有利可图的有商机的市场 啊叫做niche market这个端语写一下啊这个端语写一下啊他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叫做壁堪或神堪呢他这个词其实源于谁呢源于nest这词也可以说一下因为他这个词咱们是见过的是来自于这个家这个词就是巢穴嘛是来自于鸟巢啊所以引申为叫做壁堪啊壁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nest那一个像一个家一样神仙的家他说在这个堪里边是这种感觉一个神像的家啊 壁堪第二个是这个意思大家把这个短语写旁边啊好把这三个词来读一下啊第一个叫做loophole漏洞空子法律的漏洞空子啊合同的空子下一个单词叫做hiatus第一个表示间断他表示这样的一种中停摆了就是这段时间他在这个上学的大二的时候出去拍戏拍了两年然后直接回来就毕业了对吧这叫做hiatus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有这样的一个间断第二也表示空隙空缺啊 下一个单词叫做有商机的市场啊有利可图的市场叫做niche但他第一个啊凹进去的地方所以想想来自nest凹进去凹进去的一个市场啊好看下边下一组词来第一个叫做luminous读一读啊luminousluminous表示发亮发光这个词跟大家看看是不是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想起来的lumin这个词根本身就是跟光亮有关我们在之前学过这个词 词是不叫一路明啊但这词根咱当年没讲啊但这个词肯定说过吧illuminate叫什么来的是不是叫照明照亮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叫做照明照亮illuminate啊lumin这个词根就是跟啊光亮有关你就想一想路明一路都很明亮啊就是跟光亮相关好第一个叫luminous啊luminous表示的意思叫做发光的啊或者是有光亮的就取词根本意 luminous呢这个后缀大家就在以前见过吧后缀表什么意思啊回顾回顾啊这个后缀也是一个老后缀了咱们当年当然这可能在基础词汇当中比较少没有没有单词叫luminous逐渐怎么怎么哎所以这个叫做逐渐发光这个叫做冷光的啊叫做啊逐渐发光的啊 啊就是东西能够自己产生这样的一个光亮发光这样一个概念啊叫luminescenceluminescent那都行啊那还有一个叫我们叫luminary这个觉得这个词也挺好写在旁边ary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吧ary可以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如果是名词后缀的话表示人或地点再回顾一下这个后缀啊它可以表示人或者是地点这个意思别忘了所以这你看就是发光的人啊或者我们发光的人啊 发光的一个地点嘛所以它发生什么意思就表示杰出的人名词啊这词来真就是名词啊表示杰出的人啊形容一个人luminary啊或者表示发光体都行发光体啊发光体或者表示杰出的人luminary啊好吧这几个录名啊这几个其实它意思上都没有留的太远啊都还是跟发光本身啊意思非常洁净你看这是发光还是发光luminous luminescent illuminous动词照明照亮这是发光体都是跟光亮有关所以它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在考试当中只要能想起这个词跟这意思就不会跑意思上就不会跑啊好看下一单词读一下啊叫做glowingglowing这个也是表示发光它其实考的比较多像砖8里面啊砖4里面考研里面通通都考过啊通通都考过啊它是来自于GL开头这个字母组合吧还记得不这个强调的是啊本身就是跟光亮有关 那它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glowing一般涵盖的一个意思就是发光发热这种发光伴随热量发出的比如说霓虹灯的这种发光啊一般发热可以用它 明白了如果这个东西啊既发光同时还有热量发出那这个时候一般用glowing用的比较多 明白了一般用的比较多啊所以它既可以本身发光以外也可以强调的是按有热量发出还有热量发出来 也形容词啊发光的啊发光的啊好看最后一个单词叫做radiant啊radiant这个词很明显它是来自于谁 是不是来自于ready这个词根啊跟发射有关吗咱们选过辐射行吧叫radiation 对不对啊radiation放射辐射这个词都就是它的形容词嘛所以它第一个本意也可以表示什么呢就是啊发光的或者形容一个人叫做魅力四射的光芒四射的那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那个巨星门的演唱会啊周杰伦的林俊杰的那种啊魅力四射发光叫做radiant来自于发射这个词想想无线电那个词同学们无线电怎么说是不是radio啊这个词根就是跟发射有关 发射信号面这个信号不断的就往外发这个大卫星去发射信号跟发射就是发光的啊魅力四射的啊魅力四射的啊好看下边啊下面这几个单词啊这几个单词啊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跟盘山有关就是走得不顺畅啊咱们这之前其实给大家讲过一些词啊就表示跟盘山相关的词啊那咱们这里边又遇到了啊再说一下这两个啊 第一个单词啊叫做lurch啊这是一个托福里面考过的啊托福教义里的词啊lurch第二个单词叫做totter第三个shuffle第四个hobo啊叫做hobo咱们之前讲过像什么stagger就在flunder啊wallow对都写到了啊好写一下啊先之后说一下第一个词啊叫做lurch啊lurch啊lurch这个单词呢也 也表示我们所说叫做盘山和亮呛都行就是走得不稳啊比如说the manlurched out of the clubthe manlurched out of the club就是这个这人啊从酒吧里从俱乐部当中盘山的走了出来对不对亮亮呛呛呛的走了出来啊你用他就行啊他这个单词其实跟谁同源呢什么叫做盘山大家想想盘山一定是怎么感觉就是这种他不是趾高气昂的走能理解吧他不是这种啊挺着胸膛去走他是这种就是 哎他是来自于谁啊lower这个词就是低折身咱们之前讲过一个词还记得潜伏那个词吗有印象吗同学们他是来自这个单词哎lower这个单词啊lower这个单词是lurch lurch低下身体的走低下身体的走啊是来自于lurch是lower的变体这能看懂怎么变的吗这是咱们之间都已经第一节课讲的好像是啊就给大家也就说了u跟w发生变形呢r去掉了啊好下一次totter tottertotter也叫做盘山亮枪他来映射的谁映射的是头脚尖这个词啊想想我们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总是颠着脚走用脚尖走就是这才走不稳啊是来自于脚尖这个单词啊用脚尖走啊用脚尖走啊叫做totter双血词为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行为啊亮枪跌跌撞撞啊亮枪跌跌撞撞啊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啊叫做这个还第二个还可以翻译 翻译成功叫什么叫做我们要表示摇摇欲坠用这层也写用这词也行totter的第二个意思如果你背过这个词了啊咱们专爸爸讲过啊就摇摇欲坠也行啊下一个单词啊叫做shuffle啊shuffle表示拖着腿走路拖着腿走路就是一条腿在地上蹭咱们有时候可能生活当中也见过抖音上我也看过那狗是吧腿断了拖着一条腿在在在路上这种蹭啊这叫做什么叫做shuffle啊shuffle啊 另外咱们在什么mp3上或者一些播放软件上大家能看到吧他说表示随机播放也这词吧shuffle啊也可以表示啊这个随机播放用的也是这个词啊大家明白什么叫拖着腿走路吧你想想就是一个人啊这个腿啊拖着腿啊这条腿往前蹭是这种感觉一个人啊这条腿已经抬不起来了腿不离地啊 啊是腿不离地拖着腿往前走叫做shuffle啊叫做shuffle啊还有洗牌在咱们的赌场当中见到的对洗牌也用这个单词啊也用这个词啊好看下边啊下一个单词叫做hobo啊hobo也表示的意思叫做盘山我行啊盘上双写词尾这不用管了这个hob其实还是啊跟hob有关hob叫什么是不是单腿啊一条腿单腿跳吗 啊一条腿走啊叫做薄行 颇薄之间福音字母发生变形啊这几个词都是跟盘山亮相相关的词盘山亮相关的词大家会发现其实英文单词就还是还是挺别扭的啊咱们汉字就是盘山就这一个词就完了 对不对都是盘山啊那但是英文当中可能这个词量还是比较多的看一遍啊第一个词啊叫lurch out of the pub 从酒吧当中盘山的走了出来啊那低着身出来了低着身走盘山啊下一个totter是来着脚尖颠着脚啊用脚尖走走路对吧啊用脚尖去走路这也是走的摇摇欲坠 现在颠着脚的时候第二个叫摇摇欲坠其中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摇摇欲坠的啊这种独裁政权你可以叫做tottering是吧dictatorship啊你用这个单词就行啊下一个词shuffle洗牌拖着腿走路 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往前蹭叫做shuffle啊下一个单词啊叫做hubble啊也是博形 盘山博形啊好看看第一组啊第一个insular岛屿的能回语出来吧岛屿的特点啊也是很保守很思想狭隘啊想法很窄心胸狭窄啊parochial paro周围啊什么周围啊教堂周围脑子里刻意去想吃parochial啊 教区的教区的啊就是parish也行下一个词叫做provincial本省人也是心胸狭隘啊你谈来经常会说嘛本省人怎么怎么样本土人怎么怎么的啊这边第一个intrigue啊ntrigue想一想玩鬼把戏所以叫做阴谋 鬼把戏叫阴谋密谋啊会叫做好奇intriguing就是这个常见的啊juggle a with b Juggle a with b啊叫做兼顾两样事情去做temper和doctor医生发脾气都是篡改篡改啊这边第一个啊叫做liason联络联系link啊叫做link啊好这边第一个loophole啊表示的意思漏洞空子hiatus啊hiatus也叫做间断啊间断啊还有叫做缺口 先断缺口啊下面最后一个啊niche是来自于nest叫做神龛或凹陷处凹陷的地方啊就是跟巢穴同源啊第二个就把这个短语写旁边就明白叫做有利可图的时长有利可图的时长啊露明是跟光亮有关luminous luminescent还有我们所说的叫做luminary发光体形容一个人啊他简直就是一个发光体正能量之神是吧这叫做杰出的人杰出的人啊luminary luminary啊 下个glowing irradiant还是跟发光灿烂发光有关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下边下一个来第一个叫做magnetic啊magnetic表示叫做磁力有磁性的啊就是magnetic的本身叫前半截看叫磁铁嗯有吸引力啊这前面这个词啊就是磁铁这个词啊有没有撒爱你啊有没有撒爱我撒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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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有吗撒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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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有咱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叫做叫做magnetic啊 magnetic lab对不对 上海东西有没有看magnetic train就这个词吧 是吧磁悬浮那个lab就是来自于轻嘛浮起来叫levitate 对吧 东北的我今天早上在那个油管上还看到youtube上看到就是有一个主播他找了一个东北人还找了一个台湾人 然后就把这两个人放到一起让他们互交彼此的方言然后台湾人就说台湾人说话可能就是比较这个连读比较多 嗯连读比较多然后东北说话就是有气势一样嗓门大啊一定啊 觉得挺搞笑的是最有魔性的两种语言啊连读就是我知道吗就我知道我知道啊 再一个啊东北人就是往上我知道啊 magnetic啊叫做磁力磁铁啊形容一个人的 声音有磁性的很有吸引力的感觉啊 下面这第一个叫做chrismatic啊chrismatic也叫做有魅力的他前半截是来自谁呢叫做chrisma 是来自这个名词chrisma本身表示就是叫做领袖气质 对吧领袖精神领袖气质啊这个词我当年在上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听到余老师余明洪老师 就是讲那个gre词汇串奖的时候就说的是通过一个联想你把它china china 领袖气质谁是领袖 china rises mao 你这样想一想china rises mao 叫做chrisma chrisma 记住中国升起了毛泽东领袖精神领袖气质啊那后面加了一个tic就是有魅力啊就是有魅力的啊 其实在座的同学你们现在翻回来看有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个呃北朝鲜 大家对于那个呃金正恩委员长那种那种狂热和崇拜就那种都哭啊一看到就啊那种啊 你可以看看50年代啊60年代大家毛主席的时候其实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啊 就那时候看到领袖的的这种这种激动啊激动心情啊chrisma chrismatic啊chrisma chrismatic啊 对吧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就跟你们看到周杰伦挖挖哭一个道理一样的嗯其实是一样的领袖气质这种非凡的能力都行啊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啊下一个词啊 叫做hypnotic这个词反应过来的吗他是谁哪个词来的是不是修弗诺斯催眠那个词啊催眠作用也叫做什么叫做迷人的啊迷人的啊把这三个啊 非常吸引人的词我们再看一下三个形容词第一个叫magnetic啊magnet叫磁铁 那我们学物理的知道一下啊叫做磁铁啊磁铁第二个呢叫做领袖精神领袖气质chrisma 啊chrismatic啊chrismatic最后一个词叫做hypnotic睡眠术睡眠的好看下边啊第一个词叫做malingering啊malinger sorry啊malinger 这个我们说叫做pretend to be you especially in order to avoid work 这英文解释能理解吧有可能汉语啥叫诈病不懂啥叫诈病啊他有指就这个意思叫做pretend to be sick to be you in order to especially in order to avoid work啊 叫装病逃避工作啊装病来逃避工作啊这叫做malinger叫做malinger这个也是一个留学里面考过的一个词会另外还有一个逃避偷懒哪个词呢就叫做shirk啊咱们先说第二个词啊shirk这个词其实来自于shark 他跟他同源这个还好记忆一点shark叫什么来的是不是叫鲨鱼啊他除了表示鲨鱼第二个意思啊第二个还发现什么意思就是骗子也是他所以他就是你就是骗子躲避工作嘛偷懒的人叫做骗子啊他是跟这个骗子这个意思过来的shirk shark一个骗子在工作当中行骗的人叫做逃避偷懒逃避偷懒啊上面这个单词呢叫做malinger malinger这个词它来自于谁它来自于mail这个词根这个词根咱们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叫做坏呀也是一种不良的啊后面部分把它显成lingerlinger叫什么意思是不是叫做停留啊我们什么叫做叫做装病啊大家想想有没有这种装病逃避工作就是哎哟现在办公桌上是吧先自己演绎一下啊就在那坏坏的逗留磨蹭不工作是这个意思 一直逗留在那啊的一种不良行为啊这就是不往下进行工作了这叫做malinger啊malinger啊这几个大家可以放到一块我记得我当年上高中那时候我们班有男孩应该特别神然后就是说肚子疼老师就说你趴一会吧然后呢趴一会儿说哎老师肚子疼我还是也想回家停不住了老师一会儿就给他送了一杯热水他喝完热水之后然后老一会儿就说哎老师不行我真得走了然后老师实在拿出杀手锏了 去办公室拿出来一把什么纸腾片什么的然后给他吃了然后弄得周围的人就报销啊就是老师就是为了不让他回家使出这种浑身卸住啊先让你喝水啊再给你吃药就是不让你走啊你只要不躺那啊绝对不让你走啊叫做坏坏的逗留在那这是装病啊装病啊下一个词呢这就是shark骗子啊偷懒逃避工作啊都强调这个意思 好看下边啊下一组词来第一个叫做malleable啊malleable表示金属可锻造有延展性的啊这个就前半部会仍然其实还是影射的是谁他把这个轻浮已经去掉了还是啊metal啊metal写旁边啊一般就是指金属一些材料可锻造的有延展性的叫做malleable读一读啊malleable把metal写旁边啊ductile这个单词呢我们在之前是讲过的这个词根 还记得什么意思吧哪个东西能想起来这个词根是什么意思duct和duce这个词根本身是跟引导有关对不对爱他就是跟引导有关ile呢是形容词后缀形容词后缀所以也是易于引导嘛你怎么引导这个东西都行你看咱们在那个抖音上也看过比如一些什么钢筋拐弯的钢筋或一个那个链条都怎么造出来的就这些东西是可有延展的烧红了之后一拧用机器加工啊这叫做可锻造ductile 和malleable一般强调的是金属材料有延展性的啊可锻造的啊最后一个这就是来自于谁啊塑料这个词是吧plastic 就在plast啊plastic啊叫做可塑的啊可塑性的啊像我们说那个整容手术plastic surgery用就是这个词 整容啊整个人同学回忆回忆啊plastic surgery用的就是他塑料的当年四六期考试当中考环保的文章还考塑料袋也是他是吧叫做plastic plastic bag啊用的都是这个词啊把这两个词读一下看他前半部分这个变化稍微有点大啊但他是把那个轻飞给去掉了叫做malleable malleable metal啊过来的金属又延展ductor易于容易引导你怎么引导这个形状都可以啊最后一个叫可塑性有可塑可塑性的啊好来看看前面这几个还记不记得他来自于谁lurch out of the room从房间里蹒跚的走了 出来lower低下身体的走叫蹒跚低下身体出你要觉得不好听通过一个联想出来啊totter是踮着脚尖走tow啊所以第二个意思衍生叫什么叫遥遥欲坠遥遥欲坠啊遥欲坠啊家内谁写的陆起来写了一个totter这个在那个英语二当中也有考过考的是totter也是表什么呢叫做遥遥晃晃的走你可以写在旁边啊这英语二当中却是也考了啊 但他toddl一般强调就是学步小婴儿的走一般写他toddler我记得有一年考试当中考验英语当中讲的什么把客户细分就是先成分成什么infant对吧然后再分成toddler再分成child就你卖产品你不能说这都是孩子的产品这是刚出生的infant对不对toddler就是一岁左右的刚学会走步的啊当然写的就是这个词toddler啊 他还是来这脚尖啊垫着脚走的啊toddler啊shuffle啊拖着腿脚在地上蹭的啊你想想这种感觉啊脚在地上蹭的啊hubble啊不行magnetic magnetic是磁铁啊说那个磁悬浮maglef啊好那看新闻当中又说到一个什么上海又有一个什么高速列车一个小时能开多少400还是500还是多少啊叫做磁悬浮啊chismatic charisma 有魅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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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气质就行chrisma啊hypnotic啊迷人啊迷人啊迷人的malinger坏坏的逗留啊在那停在那啊想一想叫做装病装病啊shirk shark骗子也是逃避工作啊逃避工作啊偷懒逃避工作shirk shark好看下边下一组词啊 来第一个词叫做menu 读读它menu啊menu表示的意思叫仆人的或者我们叫做这种很卑微的都行仆人的卑微的这是一个贬义词啊比如说menu jobs那这大家就指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啊 就是这种很卑贱的对吧就没啥需要不需要啥技能很卑贱的这种报酬也不高的 所以这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对不对就比较粗糙的这种枯燥的这种这种不需要任何技能的这是一个贬义你通过人去想一想仆人干的你想想伺候人啊不需要任何技能不需要词和量也不需要听力不需要口语啊让你干啥你干啥就行了所以名词也有表这里名词叫什么意思就是仆人啊名词就指仆人用人啊叫做menu啊menu啊好看下边啊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叫做survile 啊survile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叫做奴性的那他这个词来自于谁他来自于serve这俩意思可以放在一块 这两个词你可以放在一块啊menu是来自于人这个词就是用人当人的啊用人干的活是要卑贱不体面servile就来自serve嘛 然后易于给别人服务也是很奴性的啊叫做奴性的奴性的啊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啊叫做militant啊这个就好 好记很多对不对militant啊他这个单词呃在以前看有没有见过一个基础一点的词叫做military 这个在以前有见过吗 military表示的意思谁好战想一想 哎是不是军队啊军事的啊这就简单一点了啊叫做军队军事啊叫做军队啊军事这个词啊 当然最核心还是来对mire就英里这个词想一想啊咱们说这个当年啊 军人在走行军的时候行军打仗的时候以英里来计量单位走很长的英里走很长的路线来完成一次任务 当年我们说长征的时候也是但咱们中国就论什么公理啊 我mail去记啊行军打仗的这些人叫做军人军事的啊然后militant的军人的特点叫激进好战的激进好战的这个在考研里有考过咱们表示好斗的词咱们也是没少讲在前两天讲的是谁来的 前两天咱们讲的一个这个词叫做之前讲的吧 pagnacious 还有吗 bellicus 看看咱们在以前没有提过啊来自于打仗这个词 bellicus 好战好斗的 pagnacious来自于打架这个词根 打架打得多还是好斗 好战好斗的 好战好斗的 pagnacious pagnacious还有bellicus aggressive这就简单一些了有闯劲好斗的 但这个在考试当中我说一下啊 在文章里的时候阅读文章里的时候你就得看清他到底取哪个意思 因为他有时候可能是褒义词 他有时候可能是褒义的啊有时候可能是贬义的 但是在态度题里边一般都考都是贬义这个概念 就是好斗这个意思里面考的是最多 最后一个词啊叫做attacking啊简单一些 所以militant啊想想那个军事啊咱们学过这个四六级的这个词 militarymilitary这个词啊叫做军的这个军事的军人的特点 好战好斗 militant好看下边下一词 第一个啊叫misty 第二个foggy 第三个steamy 最后一个词hazy 到了冬天啊 这个词还可能还是尤其能用上有些词 还是啊 misty foggy steamy hazy啊把这四个来看一下啊 好第一个单词啊叫做misty啊它来自于谁呢来自于mist mist表示的意思叫做薄雾雾矮就早上起来那种薄薄的水汽 看到了这个叫做mist 薄薄的那有一层水比如说窗台上啊有一层露水就感觉外边好像就是水汽里的但不是那种环境污染造成的 注意啊mist不是那种什么工厂排放造成的就是说水汽比较大湿气那种雾蒙蒙的感觉啊 他这个单词跟谁同源呢 我们在之前讲过潮湿的词大家还记得这个词潮湿这个词有印象吗叫做moist 说过没咱们说化妆品上这个词叫做moisturizer 就是那保湿水就那词还是跟湿有一些关系啊 所以想想这个叫做雾气那加了个y就是被雾气笼罩的 对不对啊被雾气所笼罩的啊 这跟水汽相关 foggy就简单了 它就来自于谁啊 fog就是下大雾了 雾特别大啊 高速公路都停了啊都封了那这叫做foggy雾气笼罩steamy一边强调的是水蒸汽 厨房里如果没开油烟机没开支抽油烟机的话呢蒸东西啊弄的全都是水汽 全都是蒸汽的啊 最后一个才表示雾霾 看到了吧最后一个才是我们所说的雾霾啊 hazy这是雾蒙蒙啊 黑压呀 但坐飞机的时候你从这个呃 天上你会发现是蓝的都是亮的 但是一落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一落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这时候你会发现整个都是黑色的云啊 这叫hazy啊 黑你可以通过黑去想一想 黑色的名词雾霾就是haze 对不对黑色的是雾霾 这是水蒸汽 这是正常的下雾这是薄薄的啊 他要比他轻一些 比foggy要轻一些啊 那是来自于那个跟那个潮湿那个词员 就是湿漉漉的这种啊 雾气叫misty 好看下边下一组 来第一个啊 moan bemoan 还有complain和grumble 看看这两个啊 moan和bmoan能看出来不 这俩是一个词 这是英语一啊 有考过的啊 moan和bmoan注意一下啊 这两个是一个词 be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be只起到了一个加强语气的作用 be啊 只起到了一个加强语气的作用啊 表示的意思叫做悲叹抱怨 那这里面be加上之后意思没变 但他be加上之后呢 只有一个词形 就是动词啊 叫做moan bemoan moan bemoan啊 gru开头的大部分词汇 多强调的都是心情灰暗 心情不好 所以还是你看心情不好 发牢骚抱怨啊 发牢骚抱怨啊 moan bemoan 这俩是两个新词啊 好看这四个词啊 跟是增加增加相关的词 咱们说一下 这四个比较重要的啊 这就是所有考试当中啊 的通考词了 所有考试的通考词了啊 第一个叫做moan 第二个叫做augment augment 下一个啊 surge spike moan augment surge 还有spike 先之后打一下e啊 说一说啊 这个重点画一下啊 mount这个单词呢 它其实这个咱们在核心课当中提到了 它其实跟那个山那个词是同源的 就是mountain嘛 所以它本意呢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 表示登上的意思 就登山的灯 比如说上嘛 骑上mount a horse mount something 通过山去记啊 咱们刚听课的同学 刚才报名的同学啊 第二个就表示咱们说不断的攀升嘛 所以你想想climb通过爬山的爬去想也行 因为它本身也有表示什么呀 增加的意思 说数字不断的攀升 你可以用它 这叫做is climbing 对不对 哎是吧 climbing啊 或者是mountain 都行啊 不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啊 你可以用这个词climbing temperature mountain 就行啊 下一个单词叫做augment 它跟谁长得有点像 它是不是跟那个争论 那个词长得有点像 争论争吵怎么说来的 争论争吵 那个叫做argument 是这个词吧 那个词叫做 那个词叫做argument 对不对 表示争议争论 它俩长得非常像的啊 但它不是一个词啊 词源不一样啊 augment表示的意思也是增加 其实前面这两个词完全就等于谁啊 它就等于increase 意思一样的啊 就是正常的增加 mountain augment augment 它的名词 看看路奇也写出来了 就后面写的谁啊 augmentation 后面加一个ation augmentation 增加增强 increase怎么用 它就怎么用 你就记住就行了 increase怎么用 它就怎么用啊 好下一个词啊 surg和spike spike这是19年考的 考研英语二当中考的原词 spike表示的意思叫做 急剧的增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猛增 它和surg是一样的 一般都强调的是猛增 increase quickly 快速的急剧的增加 叫做surg和spike spike 把这两个放到一块 好了 把这四个词读一下啊 上升增加的词 第一个是mount 第二个augment 增加争论 增加争论 作为一个行进词去记啊 surg这个单词呢 咱们之前还讲 它有个什么意思 是不表示波涛的汹涌 是不是也是它 它是surface跟它同源 在表面嘛 数字的 海面的汹涌起伏 你可以叫做surg surg 第二个 你起伏嘛 这种向上 数字很凶猛的感觉 也引申为叫做增加 你通过surg去记也行 对 surg本身有激增的意思 surg 表面上 最后一个词叫spike 叫急剧增加 增加的意思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来 第一个叫做mundane mondane mondane表示平凡的世俗的 就是我们说老百姓的 城市的 比如说咱们常说就要看破这个红尘了 是吧 这个叫做mondane pleasure 就是世俗的快乐 不就是这意思吗 对不对 mondane 下边这几个词可能都好理解一些 这是一个留学生 雅思里面 托福里面 这字也都收进来了 叫做这种所谓世俗的快乐 你可以叫做mondane pleasure 或者是很平凡的工作 对不对 你可以叫做mondane work 非常稀松平凡 就是老百姓都干这东西 来 他通过谁进去 什么叫做平凡世俗 慢 就把它讲成人 人间的东西 慢 人间的东西 人间的东西都是很平凡的 commonplace common本身叫做普通 加个place意思没变 也叫做平凡的 或者叫做臣服的 臣世间的 这是一个贬义词 commonplace 就是非常平庸 叫做平凡的臣服的 worldly和earthly 这俩大家注意一下什么 就是不要把它翻译成 世界范围的 千万不要这么翻 世界范围的叫什么 叫做worldwide 对不对 全世界范围注意 不是不要翻译worldly worldwide 这个是表示世界范围 但是如果我们说表示一个 世间上的 城市上的 这叫做worldly和earthly 地球上的和世界上的 这就叫做worldly和earthly 人间的 现世的都行 人间的 现世的 那 unearthly 这个要看一下 它的反义词 写在它的旁边 earthly表示世俗人间 unearthly呢 是不是就是不是人间的事 这东西不是人间的东西 叫做非尘世的 或者我们叫做神秘的 就行 就这种非常超自然的感觉 对 supernatural的感觉 叫做非尘世的 或者我们翻译成叫做超自然的 很 很 怎么叫 很 没有见过的 比如说你看叫做unearthly light 一个什么样的光 非常奇异的 你这样理解也行 奇异的 非自然的 就是一种supernatural的感觉 叫unearthly 这个形容词还是知道一下 好 把这四个读一下 第一个 mundane 来自谁 man 人类间的 人间的东西 平凡世俗 commonplace就是common 就是很普通平凡 worldly earthly 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翻错就行了 好 来看一下这几个 脑子里想它 malleable malleable metal matable 叫做 能像金属一样的 叫做可延展 可延展的 ductile 来自于引导这个词根 异于引导的 叫做可延展 有韧性 有可延展有韧性的 plastic 叫可塑的 叫做可塑的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menial 来自于人 仆人的 仆人的东西都是什么 卑贱 仆人的 卑贱的 不体面的 menial work 对吧 就是指很普通的 不是很体面的 这种粗活 不体面的工作都行 下一个单词 叫survile 来自服务 异于给别人服务的人 奴性 也像仆人一样 当奴隶 survile militant 脑子里想谁 想military 脑子里想这个词 military这个单词 军人的特点 militant 好斗激进 激进的 好斗的 militant military aggressive也是 好斥 好斗的 好斗的 好战的 好战的词 再看这两词 再次强调一下 一个叫做pagnatious pagnatious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词 叫做bellicus 跟打仗有关 异于打架 打得多 ose这个后阵表 是什么东西很多的 打架打得多的人 也是好斗好战 好战好斗 pagnatious bellicus 好这边第一个 misty 他来自谁 mist 再次想 他想的是薄薄的这种水气 上的这种物 如果你住在什么古镇 有什么河 什么的 是吧 早上起来 笼罩一层水气 这时候我们就形容叫做mist 它跟潮湿 那个词同源 就微微的有点湿 foggy就是大雾了 fog 大雾了 steamy就是水蒸气 hazy 黑色的是雾霾 这是雾霾 hazy hazy是雾霾 moan be moan 叫做悲叹抱怨 叫做moan be moan complain和grumble 都是表示抱怨发牢骚 抱怨发牢骚 mountain 上升登山 通过灯去想一想 攀登这个词 又表示增加的意思 这两次其实都有表示增加 数字不断的攀升 你这样想一想 不断往上走 augment argument 增加争吵 增加争吵 surge 叫做激增 当年有篇文章讲到铁路合并 这种情况 越来越多激增 surge spike 也是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急剧的增加 急剧的增加 spike 猛增 好 这边第一个 叫做mondain 尘世世俗来自于人类 普遍 尘世间 尘世间的 世俗 尘世间的 好 看这边第一个叫musty 和mody mody昨天讲的能反应过来不 昨天是不是咱们讲过mode 这个词 讲过mode这个单词 有印象吗 secular也是 这对secular是考研里的 世俗的 好 看一下musty mode咱们昨天在我们班讲的是不是叫做霉 咱们昨天讲了什么真菌 霉菌 mode 加了个y之后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 变成了形容词 就变成了形容词 上面这个单词也是表示这个意思 我们说叫做发霉的 叫做发霉发臭 发霉 发霉这个词 为什么它表示发霉 你想想什么时候东西就会容易发霉 它跟我们刚刚说的哪个词是同源 它不是必须 你不要想说必须 它就是刚刚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词 看看 这个情况保持时间长 是不是东西就发霉 把旁边写上 你不要想 你想必须 这意思连一步道去 你要是想必须发霉 你重复这句话也行 对不对 但实际上它不是来自必须 是来自于刚刚说的moist mist 哪个词 是不是潮湿那个词 对不对 潮湿那个单词 这要知道一下 叫做must 和mody must 和mody 这俩是一对 这俩是一对 好 我们继续用来看 看一下边 发霉也是对 这边第一个叫做mystify mystify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是迷惑困惑 这个词通过谁去记忆能反映过来不 它的名词 咱们见过 是不是神秘的事物叫什么来着 叫mystery 这个在以前高中的时候和四级的时候 背骨们 是不是叫mystery 背骨这单词 神秘 fire是动词了 实变得很神秘 这就叫迷惑了 叫做有点迷惑 叫做迷惑 那demystify 告诉老师怎么翻 demystify 这个该怎么理解 mystify叫迷惑 本身就已经是动词了 demystify 就是除去迷惑 叫做阐明解惑 你这样去记 一个是迷惑 一个是给你解惑 就是阐明的意思 说清楚 mystify demystify mystify 这得知道 bambuzo 也是指叫做迷惑 或者是指欺骗 或者是哄骗 都行 这是一个接二一考试的一个词汇 它的前半部分是哪个词 大家反应过来 是不是竹子 对不对 前半部分 前六个字母 不是竹子吗 想想那个竹节 一节一节的 数一数就乱了 你这样想一想 那个竹子开头的 bambu 叫做迷惑 迷惑的意思 想在竹林里 你这样想一想 在竹林里容易迷路 迷惑 最后一个词 flummox 这也是一个GRE里 才考到的一个词 比较难 也表示的意思叫做 是混乱 它这个看前字字典上 一个解释 它是来自于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拟生词 就是这个咒语 flummox 就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什么 欧妈咪妈咪红 这有点像 这是来自一个声音咒语的一个声音词 衍生出来一个词叫flummox 知道一下就行 跟我们之前当然学的简单一点 像什么puzzle 那都行 但这里面比较重要的还是它 叫做是困惑 bambuzo是来自于竹子 想想竹节在竹林里迷惑 flummox还是是困惑糊涂 困惑糊涂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这几个词都是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赤裸相关的词 naked stark nude bear 最后两组了 就下课了 naked stark nude 还有bear 第1个他强调的是什么裸 全裸 你可以通过蛇去记一记 想想一丝不挂 光折身子 naked snaked naked 叫做全裸的 全裸的 naked stark一般形容场所地点 就是光秃秃很荒凉 这你可以通过黑暗去记一记 黑暗的地方 荒凉的 叫做荒凉的 光秃秃的 荒凉光秃秃 好 下边下一个词 叫做nude 其实他跟naked是类似的 咱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其实提到过 我说这个n开头的词 一般都跟什么有关 特别是单音节词汇 n开头的很多单音节词汇 他俩本身就是同源的 表示一个否定概念 对不对 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概念 就是什么都没穿nude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 裸体德 那denude 这个该怎么理解 denude 看原来是形容词 现在加上第一之后变成动词了 变成动词了 那这就把它给它加强了 叫做使 赤裸 使裸漏 老师刚才那不是加强吗 你发现它这个造词的规律 看出来没 因为人家这个mystify 它本身就是动词了 大家发现没 你看是不是人家本身mystify 本身就是动词 所以它前面加第一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变成否定了 因为它不能说意思不变 你再加强 那它这还是没变 不可能 所以这个mystify是迷惑 那demystify是解惑 但nude本身是形容词 形容词前面加了个第一 变成了什么词 变成了动词 叫使赤裸 使裸露 使裸露 nude naked stark dark 这个bear bear一般强调什么裸呢 它一般强调的是部分的裸露 部分的裸 比如说bear fist 叫赤手空拳 bear feet 光折脚丫子 等等几包 这个是一般强调的是部分的裸 叫做bear 大家以前学过 barely 几乎步 那个词 也是来自他 好 把这个三个词说一遍 第一个naked 这个比较口语化的词 就全身的裸体 nude也是裸体 都是跟裸体有关 什么都没穿 光屁股那个感觉 stark 荒凉 最后一个词 bear 赤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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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把刚刚的这一集组词 回顾一遍 咱们就下课 从这开始 moan抱怨 bemoan意思没变 等于谁 简单的词就是complain 就是complain 抱怨 第二词 mont 这个增加的词 这是所有考试的必考词 所有考试的必考词 要知道 增加 增加争吵 像我们之前说女同学说龙胸就用这个词 叫breast augmentation breast augmentation叫做龙胸胸部的增加 那还行 surge叫激增 前面加一个up也行 这个是之前讲过的核心词 up surge 也是急剧增加 增加 surge up surge spike 急剧增加 这个是英语二当中考的 19年考的原题 spike 好下边monday 脑子里一定要想谁 想man 咱们今天讲两个吗 还有讲一个词叫什么呢 还有一个man叫menu menu job 这什么样的工作 想起来吗 menu jobs 这能想起来是什么人吗 这叫仆人吧 是吧 仆人的工作吗 所以就是我们说这种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的 不得体的 卑贱的 要忘了两个人 一个是仆人的 仆人卑贱 这是人类世俗 人间的 monday commonplace commonplace 读一读worldly earthly worldly earthly 好这边第一个musty 脑子里一定要想 不要想必须 它来自于moist 是来自于潮湿这个单词 潮湿这个单词 叫发霉的 secular也写在旁边 大家写一下 因为这个在英语一语考验 年里写考过了 把它写在补充在这 monday 有同学可能考验的同学背过这个词 也叫做世俗的 现世的都行 世俗的 比如说一个世俗的社会 你可以叫做secular society secular society 世俗的 叫做世俗的 写的补充在这 好 看这边第一个 mystify 迷惑 竹子还是迷惑 flummox 都是表示一种迷惑 是不清楚 naked 裸露 裸体 荒凉的 这是人 还是人的裸体 nude nude naked bear 这叫做赤裸 半裸的 一般人他 好了 今天到这里 老规矩 周五十二点的时候来一遍 然后晚上正常去复习去打卡 大家现在在群里打卡 一定要还要继续在群里打卡 咱们现在已经上了六次课了 六次课的话 如果今天白天没什么事的话 建议大家把前面五节课内容给看一看 至少把三四五的内容建议大家再过一过 今天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建议大家把三四五的内容再过一下 一个小时很快 把三四五的内容我们再过一遍 好 要加油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最后两节课了 明天后天最后两节了 加油 拜拜